小米聊天和大家聊天 今天就讲社会现象 现在也少讲政治 小米聊天讲政治无人听 一定要讲一些汁才能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讲社会现象 就是讲老屁股 老屁股 是不是继续指指 最近大家知道 有线电视开电视 有几条女儿 就来自自己的新闻部 跳了一只开花舞 来自韩国的韩国女团 背景刚刚有线报警的报警版 之后其中一位女主播余欣娜 就将她上载了自己的IG 超业余Cover 即日甲母的五岛 但是高跟蟹好炒 接着呢 其实是好玩的 大部分的网民都觉得很好玩的 觉得很有趣 但是呢 那些新闻界这些粉皮呢 我真的这么说 指责他们在新闻部的标准面前 跳舞拍片 那他们跳跳鱼舞吗 轻松一下 一个是自己的IG 有什么问题 非常之 那些人就说损害新闻主播有专业形象 接着最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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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好像就叫做离职 他们有个叫梁思齐 有个叫余欣娜 梁家政离职 所以先 就是离职之前 跳席舞 大家都怀念 同时 其实这样也是 表示一个地方的 怎么说 就是 其实都很和谐 你知道了 有线的新闻部 都筛了很久了 自从中国 走线的中国组 新闻刺针都停了 现在把新闻都停了 然后这些女孩也 免得这么麻烦 就把自己的影片走到家裡 不过可能他们觉得 你知道业界就可能是这个 就是业界可能很小气 全部是方丈 那就是废调事 你知道可能他们觉得 不想是有线 就过去闹 不想过闹 就去TVB 就是很难很难合集 所以无论会 吉叔来了 你要闹 其实 你看回近年 就是 这个 俗称 吉叔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吉叔 黄英时 黄英时 就是以前三郎案 其中一个黄石斌的 其中一个小子 即使三郎案 好像被人觉得 王英球就是哥 他是王兄贵的叔 三郎案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有这件事 黄英时 黄英时很厉害 小时候已经读很多翻书 接着回来就统领了电视港部有限公司的新闻部 70年代 给周梁看起 接着就统领 接着就 无线新闻 曾经就 从那时候开始就 就是 没得斗了 那时候很多人 很多人 是吧 他很多 就是他那些徒资徒孙很厉害 当然最好出名 当然是袁智慧 花仔 是吧 就是 很多人都 因为吉叔这样 得都忙了 他70年代 已经在无线电视里 已经是大佬 大哥大 你很难 就是去到伦之牌 现在这些 都不是徒孙的 很简单 可能是逃失 是吧 那当然他很厉害 是吧 就是他当然 大家现在都吵架他 你说的 当年你去科威特採访 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他都 个个戴着毛巾 只有他 戴着防毒面罩 那些人 那时候都吵架他 是吧 就是那时候你又不专业 是吧 那你为什么要戴防毒面罩呢 就是 当然 我经常说 我经常说的 就是年代变了 就是你不能够 就是我经常觉得老人 这个是什么 你不要出去呲呲呲呲呲呲呲 哪个专业都是doglos 那些人都不是 你原来面说的 什么声音 你搞得了 就是你那一套 就哭了 叫过气 别多说的 我其实做人 都不是這樣 现在这些鸡流的 pressured と做错了 你面前脱烟 没有资料 现在都是别人 是不是 人家很开心 又要做自己的GD 你说 你能不能出席 有线新闻 那有线新闻 轻松一点不行吗 那我老实在讲 你记住 所有新闻主播 以前 以前都要包含很多东西,又要行山,又要介绍旅行,又要讲楼盘,又要说要访问中医 根本现在什么都要做的,其实新闻主播和主持根本现在 根本你怎么分我都不懂,什么都要做 就算你打开无线的新闻,那些女儿无端端说你行山,接着又说介绍这里是哪里 新闻主播是不是要做这些呢?这个年代,我觉得是过两种,现在的新闻是轻松第二 现在还有什么新闻来说呢?吉叔,你有没有评论过? 就说有线,搞到获足,有没有出声,没有不敢出声,是不是? 人们还说你有没有专制,不敢敢出声,新闻自由的东西就不敢出声 但是新闻女郎有没有自由呢?他就说多了,这些就是暗咎 这些就是暗咎,这些就是暗咎,这些就是暗咎,这些就是暗咎 这些就是暗咎,不暗咎,死也没暗咎 不是,就是暗咎,你这么多东西说什么呢? 就是要关心的东西,明节保湿,说这么多东西说什么呢? 可能我还没有公职干嘛,不出声 说这么多东西说什么呢?当然是瘦爹啦 喂,你可不可以被政府抗一抗,很痛的,是吧? 虽然他是有钱仔,人们都知道,是吧? 捐很多钱给浙会,我听别人说,是吧? 就是他可能在业界很大成头,但是做一个有为的长者 就不用下下出声,尤其是用一些字眼 用得很大,什么叫恥辱?他们做什么? 他们报假新闻啊?做新闻啊? 他只不过有同事走,跳脚没有了精明台和鞋才这样啊 坐在哪里啊? 就是有时候这个年代就是这些老东西 这些老移笔啊,这个事情我现在不知道有什么用 你死不死断气,就以为自己好了,还可以指点江山 我死你了,我要说你,这些何谓恥,何谓道德 没有道德啊,这些东西 有没有做错啊?人家放在自己的IG有没有做错啊? 人家都不认识啊,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啊? 是吧? 你有线应该捍卫,你有线这些呢? 就是纳斗杀电视台 你应该捍卫你自己的身份内 那又不认识啊? 是吧? 你那些英俊啊,那些许方辉经常搞婚来情 你又不认识? 你那些英俊啊,是吧? 搞,是吧? 搞这些搞六,是吧? 就是今天也有人说了,不是吧? 你方东升也搞懒戒的,搞这样搞那样 那你又不认识啊? 我想问那些是不是新闻专业呢? 方东升应该是途主途孙 是吧?是做得好,是吧? 但是那种是不是新闻? 那种新闻是不是新闻认识呢? 不肯定的嘛 那些都不属于新闻,怎样被寻人性 只不过 你认为那些东西 哦 那些我就不要出声了,那些是新闻专业 何为新闻专业 对吧? 这个年代,说真的,我很坦白 这个年代,所有的东西 尤其是现在 你现在,尤其是新闻 哪有新闻呢? 你敢讲什么东西的新闻呢? 你报什么东西的新闻呢? 你够不够側全文才不敢? 现在哪有側全文才? 没有啊 要报什么就报 哪有那么出声? 统一口径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现在我们看新闻,很轻的 我们不会出声 那你老实说,近年 只由高清台开了 所有女孩都化了五十六 我小时候真心的 你又不能出声 小时候无线很多的 新闻女孩都化了甲油 影又等等 化了这样农装干什么 时装舞会?我这样说 专串无线的做新闻 现在你看见她的甲油 我小时候叶阿环 陆家敏 我们小时候那些年代 或者李家文 你家文老师 我认识她的 没有这些东西 真的是一个淡妆 就去做主持 做新闻女郎 是不是? 现在你看见很多女孩都在农妆裂 那你德叔 你又觉得怎么样? 哇 他快点农妆和一武 谈成有什么分别 行不行? 但是为什么? 女为月己者荣 就是说人家 人家都要为自己 现在高清台 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化了少少妆 不奇怪了 以前吉宿年代 谁可以这样才行 不过那时候你说 那些 所谓拍摄的机器 没有那么高清 没有高清的字 高清我近年才懂得这些字 人不清高 香港人不能清高 所以就要高清 烂激一个 是吧? 那你说对错 我经常觉得女孩 不用这么多农妆 但是 农妆 也是现在近年电视台 哇 你这么多尺 那行不行? 我们经常跟农妆列业 我们会和某些行业 挂勾 那对错 是吧? 有时候 这个年代就过了 以前不会 现在会 以前 你做新闻 你们会敢 有线做偵查报导 你现在还不做偵查报导 现在的新闻 有没有那么多资源 去做好很多 认为值得做的新闻 不会做的 是吧? 统一口径 是吧? 不要那么多知节 不要那么多麻烦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要搞那么多 令人感觉 哇 你这种有争议性的 现在没问题 是吧? 你做了几十年 说真的 黄英时看着新闻的演变 难道你认为现在的新闻是对的吗? 是这样做新闻是对的 你会不会出声? 不会出声 是吧? 因为你已经是得道高人 是吧? 是吧? 邀前万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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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没能力的 没得跟你亏的那些人 你不就屌下他屎乎 是吧? 加上这些女儿 其中说现在有几条女儿 想转职 都不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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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肯定每一件事都肯定 伸张正业 不肯定 你找些和你没有能力竞争的小女儿 丢你 你说话去 他们当然要收爹的 别人给你面子 把这条片下架 那你还想怎样? 老人家也有时要做些事 要值得人家尊重 不是每次都大了 是啊 你大了把钱又如何? 你不会百年归老的 我做人觉得 人家永远要记得你的好 而不是记得你出来 就是 鸡蛋与高墙 你就专专选择 不要选择鸡蛋 你觉得这样 那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小贵 我见过吉叔一次 在树仁大学 我曾经做过新闻部 挂名做过新闻部 当然我当然没有了 我专门走偏锋 经常教新闻的女儿 当时做一些想法 做多一些 做多一些 一段段做一些故事 他们都吵架我 就是他们说 我只是报新闻而已 意外一些 电台以前也发生过这些事情 我问过一个老前辈 那个老前辈很看得开 他们都说 他们不做就算了 小贵 不用搞这么多东西 那时候我打算 找一些外国杂志 译了中文 读一些新闻 读一些故事出来 但是最后都不行 其实我都不会说 这星期周 不会的 除了与时并进之后 都要有包容 可能我不了解这些小孩的心态 可能20岁 可能想很多东西 想很多成交 但是至少一件事 人家电视台还没出声 几个人都能出声 电视台说 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是什么 只不过我们还是保守 每个人都能保守 那么怎么会进步 但是那时候 为了赚钱 哎呀 搞得多些 叫那些女孩出去扮旅游 扮吃东西 什么都做了 那这些是不是新闻 对吧 就是有时候 你吹那些老师 不想象 是吧 真的 是吧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帮手打 我觉得 就是 身为长辈 不想出声 比出声 留一些戏 暖为好 这么多话说了 干嘛 应该说的那些人都不敢说 那是不是真英雄 好了 今集 小米聊天说到这里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小米聊天